觀眾朋友歡迎來到棒球教室的單元 我是黃英哲 今天特別來到 成泰KOMBRAS練習的場 第三支棒球場 邀請到的是真正這一次 我們在棒球教室一系列的教練當中 真正有專任教師資格的名師鄧老師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他來 單二壘的指導老師 各位兄弟 大家好 我是成泰二壘手鄧石洋 好 鄧石洋 我們知道他是成泰 目前當家的二壘手 在場上的手臂表現 也是讓大家印象相當深刻 今天他將帶領大家 來進入二壘手手臂殿堂 那當然我們一開始 是不是從最基本的 在接球部分開始 我們今天的課程 我們就分為六大類 有正面接球 向前接球 以及右邊接球 還有左邊接球 然後後面另外兩項就比較 比較難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希望一些基層棒球的選手們 能夠後面這兩個動作 希望能夠將基本動作做扎實之後 再來做學習 第五項的動作 就是右邊做滑接的動作 然後第六項就是左邊 一樣滑接的動作 真的是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 是我拍棒球教室以來 最輕鬆的一集 果然有當過老師的 就完全不一樣 口條非常好 而且這個教材已經準備好 同時今天這場比賽 讓老師為了展現他名師的架勢 有沒有… 旁邊我們還有助教 我們旁邊有助教 我們還特別請到詩翔凱 還有跟隊上的另外一位球員 來擔任我們的助教 也歡迎他們 好 今天我們馬上來進入 我們最基本二壘手接球的單元 一樣動作就是以正面滾地球 然後從你最基本的 你的準備姿做啟動 以及到你的接球姿 然後首先我們成功的助手 好 拋球過來 首先你做一個跨步的動作 好 你接到球之後 眼睛45度角質 接到你的接球點之後 再做一個跨步的動作 好 首先重點就是在於說 接球的過程當中 你的眼睛不要離開 不要離開你的手套跟球 在一般的學生棒球在接的當中 你接這個動作 你做拋球的動作 如果你要做得更紮實的話 拋球員不需要拋太快 慢慢來 你先將你的基本動作 整個肢體 然後先做個流暢 再慢慢的 慢慢就是以指類推 就是以慢到快 所以這個準備的姿勢的時候 我們提到是一個蹲馬步 是不是應該盡量的 就是 但是 屁股方面 臀部還是要稍微坐下去一點 讓自己的眼睛更貼近地面 我個人提倡 你的頭手即將走路之前 是 你的準備姿勢以最輕鬆的方式 不是說 你一定要學一些紙棒的球員 準備就是要很低很低 你不需要 以你最輕鬆 覺得最輕鬆的姿勢 來做移位 所以我們要做往前 往前跑兩步的動作 做腳步 腳步 這個類似很 很類似像外野手 這個就是 防止說球打出來的方向 跳動速度 並沒有像我們一般這些 這麼的快速 就是要曲前去處理 對 就是要做曲前防守 打出來之後就要做西拳 你的跑步的步伐就是 适合球彈跳而定 來做接球點的那個甜蜜點的動作 再來一次 球打出 左腳 以左腳 你的左腳 所以自己的腳步就是調整到 要準備接的地方是左腳接到 對 內野手 很多教練都在說 要以你的腳步來做接球 而不是以你的上半身 你的腳步不移動 你手都沒有辦法去接到球 球打那邊你的腳不動 他也沒辦法去接 所以你要以你的腳 球的彈跳 就是你的腳步的跑步的那個 就是那種timing吧 嗯嗯 知道你右邊不利 我們一樣 我們來做 做 移位 接球的點 右邊的話 我們就是以你的右腳 右腳 你的內側 來做接球 接到接球的當中 做個收納的動作 做個收納 做個收納 然後你的屁股 的角度 以這個角度 來做 這個非常好 眼睛 你的眼睛 很多選手看到在右邊方向的球 這個一定會抬高 你下巴一定要緊收下 收下 然後再來做個接球 做接球的點 接到之後 順勢 這個跨步的動作 你順便做拿球 做擊球傳球動作 還有 右邊方向 右邊方向你接到之後 接到之後 你的背 要迅速 將你的肩膀 往你的肩 轉球方 如果你是這樣來看球 直接丟球的話 你做 通常很多做爆頭 出現爆頭 通常都是 直接就這樣子 接到之後 直接就以你的方向 所以 轉球方向來做 哇 轉身 是 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過這個部分 反正我來插播一下好了 在我們未來有一集 還沒有播出了游擊手的一集裡面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在 是不是在右邊這個接球部分 二壘手跟游擊手 會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會有 比如說 如果說差異性的話 我不敢說有什麼差異 我只敢說是你這個選手 接球的那種感覺 比如說像鄭昌明在接球的話 因為滾地球的彈跳 它有彈跳式 還有年帝式 是 像昌明 鄭昌明在接的話 它右邊方向 發現這邊 這邊有一個團跳 往往它在接 它會一個墊步 對 順勢 是 它會就做個順勢 然後就做船絲的動作 所以 剛剛我的一個疑問就是 鄧老師教我們是說 過來啟動以後 是一般團跳式的滾地 規則訓 所以是變成是這樣接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對 大概是這樣的動作 錯 錯… 在你的右腳內側 右腳內側 Yeah 右腳內側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樣差不多接到以後 然後 再做個墊步 墊步船 對 你就在你的上直 做個旋轉 所以今天我們學到很多 那未來那一集 請大家看下一個禮拜 可能下下幾個禮拜的播出 我們這個 鄧老師要播好幾集喔 好嗎 好 它是右邊方向 對 在右側 相對 相對的 左側呢 當然就是在左腳 一樣的當中 我們做拋球的動作 慢慢… 慢慢做移位 移位… 這是在這個方向接球 然後你的眼睛一樣 跟右邊一樣 不要去離你的球 接球點太…太遠 如果你要坐內側 像昌敏在街 他左邊 他會在內側 內側 然後會在左側 你看客人習慣 對… 基本上大概就是在左腳前段 當然啊 重心要低啊 好… 教練有交碼要聽 所以手套要買低 我都有在聽 對 好… 這是左側 這是左側的 然後…沒有 左側再補充一點 你左側做移動的當中 你除了這個方向做接球之外 如果球…球式的盤這樣 如果過慢的話 你這個右腳要轉過來 對… 就這樣跑一跑 球速過慢的時候要轉過來 對… 就變成正面去接就對了 對… 然後再補充一點 好… 剛剛都忘記補充 內野手最基本的 球… 球… 打出來之後 當一個內野手 嗯… 一定要向前 對… 不要等球就對了 對… 剛剛我提到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快速的 就打得很快 如果說… 一般有彈跳或是比較慢的話 你一定要… 你的角度 當你在手背的時候 你就雙手攤開 超這個角度 你就要往這個內側衝 左側就是往這邊切切 右邊就是往裂抱這方向切 對…盡量不要再越後面 當你接球的位置 越離… 一壘方向越遠的時候 你在做傳球 你要刺殺他的機會 相對的就會這樣子 看完今天 鄧老師精心準備的棒球教室 球兵們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呢 沒有關係 下個禮拜他還要教大家 進階版的接球方式 這方式 哇… 他出現了… 出現了第一千值得來打 我們看電球打得相當的遠 打到右邊的方向 羅秉卿 生涯第一百號的全力打 加油… 羅秉卿也是中華之邦的 最棒的指定打擊